想像共創美好将来 主持曹洪 徐家敏 何俊睿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想像 大家会看到这个节目一向很受欢迎 想像共創美好将来 我是主持人曹洪Scarlett 我身边也有另一位主持人 戴嶼山网上扶伦社前社长 柯正理Anna 和我一起主持 Anna的职业是一个集团公司的 资讯科技及数码总监 Anna 你好 Scarlett 你好 很开心可以和你一起做节目 今天我有很重量级的嘉宾 让我先介绍一下三位 首先在中间位是 国际扶伦3450地区2022-23年度的 地区总监李德利博士 Norman Norman 现在是科技公司的行政总裁 专为餐厅和酒店行业提供云端管理服务 Norman 在2009年和2014年曾经两度担任 香港东区扶伦社的社长 是现届总监 在我旁边这位就是 香港扶伦3450地区2024年度的地区总监 罗盛益先生 Hello 大家好 还有来我远一点的就是 国际扶伦3450地区2023-24年度的地区总监 李兆文先生 Andy Hello 大家好 刚才Anna 说了地区总监 地区总监这个职位 对于扶伦社友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但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 就未必熟悉 我想问问问Norman 其实国际扶伦的基本架构和规模是怎样的呢 你好 Skyland Anna 各位大家好 国际扶伦呢 那我就说了Rotary International 是一个国际服务组织来的 那我们已经创立了117年了 由美国开始了 那现在呢全世界呢 200多个国家 有扶伦社的社友的 那大概呢 有500多个district 那我们district 3450呢 是其中一个district 那我们district 3450呢 是包含那个地理的境界是相当大的 我们包括香港啦 澳门啦 蒙古国啦 还有广东省的 而现在国际扶伦呢 总共有超过140万的社员 而香港我们3450地区呢 大概有3500个社友 在我们地区里面的 那我们其实在管理上呢 是一层一层的 由国际扶伦 分在地区啦 每年我们有个总社社长啦 而今年呢 亦都是我们第一次 有一个女性的总社社长 那亦都是一个很新的元素 给我们去发挥我们的想象空间的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博组织喔 会不会都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地区总监的主要职责呢 不如Andy 帮我们解释一下 谢谢 地区总监的角色呢 其实是很多事情做的 其实我在三年前呢 就被选为总监啦 那我就开始很多的旅程啦 比如说接受世界性的培训啦 要组织自己的团队啦 去探访不同的社啦 那其实主要的职责呢 就是说把总社的方针啊政策啊 那落实到去地区 我就是那个桥梁来的啦 那所以呢 就是我要激励那些所有分社啦 向我们的目标前行的 嗯 其实呢 听几位讲啦 地区总监呢 就是责任犯态 那是不是个个都可以去做的呢 Nigel 就是个个去想到 我就可以去做地区总监的了 嗯 你问我 其实呢 很多社友都有这个能力去做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去参选总监呢 首先第一 做总监的一定要在扶輪社做完一次社长先 跟着呢 因为呢 我们现在的 我们地区的总监的选举呢 是由每一个社 他都有票去投给你的 我们有成超过108个社 那变成呢 如果你需要一些社去认识你呢 你做完社长之后呢 是欢迎你加入地区团队 去透过不同纲位 服务扶輪 服务我们地区不同的社 那些社友就会慢慢慢慢认识你 比如好像我自己这样 我又做过助理总监 亦都做过地区秘书 亦都做过地区培训师 那因为呢 我是做过这些不同的纲位 亦都认识了不同的社友 他们也了解到 哦原来Nigel 你是做过这些位置 亦都服务过我们社 社友 而是对我有的认识 那当我自己出来参选的时候呢 那些社友就因为已经知道 Nigel 原来你是做过这些纲位 亦都当时的做事模式是怎样的 譬如他喜欢你做事的方针 那他就会投你一票了 那既然是选举出来的 所以不是即时做的 原来都要有一个 就是阶梯这样一步一步去学 那Norman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其实基本上呢 都是要真的逐步逐步 有很多样东西要去学习 才可以慢慢成为地区总监 对吗 是啊 其实我自己的经历 刚才Andy说过了 我们三年前已经被选为 三年后的总监的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当你被当选之后呢 第一件事都要准备 将来要有很多的培训的事要做 那但是我们就要 多些参与地区的事务了 那而其实呢 这个整个全城呢 是很重要的 每年的地区总监呢 都会看着 未来那两届的总监 甚至乎呢 在我实际之前 第三届已经来着 都算了的了 我们就要将他们呢 更加参与我们的地区的策划 我们有个地区策略委员会呢 我们都会邀请所有的 未来领导一起参与 那我们每一年 我们想一些东西呢 我们就不是想 今年做什么呢 今年做的东西呢 能够带到长远的效益呢 才是我们的服务的宗旨 那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策略性的 讨论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令到 未来的总监呢 都认同我的想法 而他支持 那这件事呢 才会能够成全下去的 是啊 Andy 我听过 是不是都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呢 是啊 刚才说到的了 就有很多培训了 那除了总监之外呢 要培训之外呢 我们的助理区总监 甚至辅助理区总监 全个地区呢 其实我计过呢 我将会 我参与我的团队来年的管理呢 有成四百多人的 那这四百多人呢 一定要跟我上下一心 目标一致 那所有我们推行的方法 或者目标呢 他们一定要是去执行 去参与 所以这个呢 就是很庞大的工作量来的 哇 真是厉害 刚才呢 Norman说了两个字 全城 全城呢 其实呢 很重要 那我又想问一问呢 其实地区总监的工作和责任呢 是不是真的 好像Norman说 要有一个全城的精神 还有呢 就是重要的推动力 其实放了在哪一道呢 Nigel 其实呢 讲全城呢 其实呢 为什么一个总监 要这么早选了出来呢 其实Andy呢 刚刚在美国我们总政 刚刚上完training回来 那那个training呢 就是train全世界五百多位地区总监 去讲究竟我们国附伦 国附伦做什么 一个每个总监的使命是做什么 而我呢 亦都在当选之后呢 刚刚在去年十二月 就跟Andy一起呢 我们就去了阿布萨比 我就上我总监的第一次training 那里面呢 我也都认识了很多呢 其实来自台湾啊 新加坡 泰国其他地区的总监 就是我们是 我们大家叫同学仔 大家都会开始有不同的联系 大家都会分享一下 啊究竟我们的地区是做些什么啊 未来你们会有些什么project啊 有些什么succession plan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附伦是一个 很encourage我们几届总监 一起坐在 刚才总监也提到 有个地区策略委员会 我们是三届 甚至四届总监 一起坐在那里谈 究竟我们可以有些什么 是一起做 大家有个一致的决定 然后另一件事 是做得越来越好 那Andy呢 其实是二三二四年度的地区总监 你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是在这个部分都 大致上OK的了 未来我们三月四号 就开始第一场地区职员的 培训大会了 在三月十八号 所有这么多107个分社 所有社长 后任社长都要参与这个培训了 所以准备就绪 那麽文又提一下 三届都一起合作的时候 你们怎么样 令到大家都一起可以同心一致 一起服务呢 这个直到反映到我们扶伦的精神 因为扶伦的精神 我们透过我们好好的友谊 而一起群策群立想起服务 总监一样 在社里面 社有之间好好的友谊 令到他们有这个动力 去创造一些好的服务 而我们作为总监的 由我们的几个总监 经常就会有很多的交流 我们聊聊 甚至乎喝杯东西 聊聊天 他们想有什么可以做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交流 很重要的 透过好的友谊 就要有个动力 我们就开始一起去 向某个方向去迈进 所以你有些想法 比如下一届的地区总监 或者再接下来的地区总监 其实就可以反映一个传承 大家真的会很有默契 这个部分 没错 因为我们不会 我只是想做我今年做的事 做完就算了 我希望我做的事 能够继续带下去 好 我们这一节完了 很快就第二节再回来 我们一起聊天 好啊